他们帮我代运营我的餐饮店 单平台收费是1000元 第一次总共交了2000元 然后每个月的抽点是5% 请他们的目的来 就是提升店铺的一个单量 因为我是刚接触这个行业 那之前我也是在公司做事情 就是想出来来 就是体验一下创业的这个感觉 隋女士的外卖店开在杭州冰江 主要做麻辣拌 据说这是一种 由麻辣烫改造而来的美食做法 隋女士提供了一份 没有盖章的代运营服务合同 以方是杭州跨代餐饮馆有限公司 合作期限从去年12月至今年11月 内容包括根据甲方需求 进行新店建号 数据汇总 菜单更替平台活动上线等 这个是10月份 我还没有跟他们合作之前的菜单 包括前面的菜单列表 还有我的所有的套餐 招牌六婚八素 特色机架手感面青蛇丸子 然后他们的负责人过来跟我聊的是 我现在的套餐在市场没有竞争力 他们要全部给我换掉 我觉得他们前期说的还挺好的 然后结果现在的菜单 你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没有任何改变 只有菜单前面的列表 他给我加了个括号 我觉得这个括号 其实也不影响什么 只换了图片 隋女士提供了去年11月的截图 和现在的商品管理页面 这个括号的作用是什么呢 所有的运营细节都是能影响运营动作的一些东西 就咱俩比如说谈恋爱这种事情好了 你为什么会加波浪线 为什么会加感叹号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动作 已经有了女朋友的记者推测 汪先生应该是指谈恋爱的双方在信息交流时 会有一些特殊的表达 加括号也是这样的作用 隋女士表示 合作两个月了 她没有拿到过任何方案 你所谓的叫做运营的一些方案 我们在给你操作后台很多细节的时候 是你是看不到的一个内容 重新接手的时候 每条外卖重新打了 对不对 重新打了之后 刚开始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的外卖数据很好 包括先生的运营方案 我们先生的活动 全部都重新改了 充了是一万两千元 平台赠送了三千元 总共是一万五千元 一个多月的时间 消耗了一万块钱 一万的推广费 然后平常经常要我大额补单 两百三百这样的去补 就是自己刷单 隋女士提供了一家 外卖平台的财务对账截图 她表示前后对比 跨代公司接手后 进账反而变少了 我12月1号 2号3号 这些差不多都一千左右 合作之后 从12月中旬开始 400多300多300多 到最后一天100多200多 通过他们的手段 使我的收入也少了 单量也少了 你那边确实卡餐比较严重 当时我们的运营 也跟你打过这个电话 不要卡餐 你出不来餐呀 因为你被平台已经判定 叫你没有出餐能力 你给顾客带来不好的体验 那平台就会限制你的流量 在限制你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不断地 去一个拉伸的一个过程 因为之前我是有配合的 你说重开 因为是我的责任嘛 我肯定认的 重开是没问题的 对于单量减少 汪先生提出 是不是店铺在那个月下旬的 推广费减少了 大概150左右 他们接手后 中旬嘛 90 85 90 降稳增效的一个过程 外卖的旺季 就是天津吃饭的嘛 就是夏天 然后冬天的节下天气 然后你本来就是麻辣半 隋女士表示 店铺亏损很大 她还反映 春节期间没有开业 店铺却自动接单了 至于你为什么出现打开了 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我们只能说 你这边告诉我们 有这个问题 我们赶紧去给它处理掉 运营有在群里说 是它操作事物导致的 有聊天记录的 现场双方讨论了许久 在多方面的颗粒度上 进行了比对 目前隋女士不希望 和公司合作了 我交的钱你退给我 一开始交两千嘛 后来美团一千一百多 然后饿了吗 他们自己抽的 我不知道抽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内部 共同处理一下 看分析一下 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